好 头条焦点带您来关心 清晨六点多在中山高速公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连环车祸 一步行经中山高38.6公里处的国光客运 疑似因为后轮爆胎 整台车原地打转之后又冲撞了护栏 客运前方有一台快递货车被追撞 后方又有两台大小货车是煞车不及撞倒翻车 整场惊险的连环车祸 司机和乘客一共11个人受伤 一台国光客运在高速公路上跑到一半 忽然后轮冒出白烟 接着就撞上外车道的护栏 然后整部车子不停打转 可怕的是后方的车辆全都还在加速行驶 失控的客运整台横躺在公路上 后方的一大小货车闪避不及 整台冲撞上去 小货车翻车大货车也撞得稀巴烂 客运受到了强烈撞击又转了半圈 此时前方也早就有不快递公司的车子受到波及 整场连环车祸 司机加乘客一共11个人全部受伤 再看一次这吐露其来的惊险车祸 因为国光客运失控的位置 刚好是在高速公路转弯的路段 后方车辆还来不及察觉 连同客运四台车全部撞在一起 这个时候后方的车辆才完全停了下来 可怕的车祸沿着高速公路的交通一度停摆 回到事发现场 地上全是碎玻璃和刹车痕 还有受伤驾驶乘客留下来的血迹 而被拖掉到收费站的四台事故车也都严重变形 可以想见当时的车祸有多吓人 没受伤的驾驶坐在警局里 惊魂未定的坐的笔录 原来这起车祸是发生在早上六点半左右 中山高38.6公里的路段 一台国光客运疑似因为爆胎 先是追撞前方的快递货车 接着后方又有两辆大小货车接连撞上 高速公路北上的交通顿时陷入混乱 还好受伤的11名乘客及驾驶伤势都不严重 也都分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疗 不过清晨的一场连环状 倒是真的让不少人吓得胆战心惊